许多人会透过走路当作日常的休闲运动 国外研究指出像是人人都适合的快走 只要走个15分钟就有健脑的效果 快走要怎么走 上半身挺直 两眼直视前方 经由双手摆动 脚跟着地 再迈开步伐大步行走 可以的话 其实一天走平均7500步就够了 这项运动危险度低 对心肺功能 肌肉柔软度都有效 医师建议快走从量力而为开始 循序渐进 再到持之以恒 也能有效维持大脑健康 大安新闻 王一提示英豪 台北报道